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万不能被外观所迷惑 真的外观几乎就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里面功能差好多好多 绣花枕头一包草 没有一个能用的功能 我们两个也笑了半天是吧 那当然在听完今天的课文以后呢 希望大家对怎么表达iPhone的功能 以及怎么讲这些比较高科技产品的功能 有一些了解了 当然我们今天的课文绝对不是打广告 只是希望把一个最近的热点 放在我们的学习内容当中 那夏夏我们先出三道理解对话的题目吧 好 那其实我觉得这三个问题都比较简单 只要大家仔细地听对话就能够找到答案 是的 我们今天的第一题呢 就是对话中的人物 他是如何买到iPhone的 是通过什么渠道 对吧 那第二个问题是iPhone呢 他有很厉害的或者说最核心的功能 有几个啊 请大家听一下这些功能到底是什么 那核心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 对吧 最中心的啊 没错 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呢 是问到一些细节的设计 iPhone他在设计方面啊 有一些创举 创举的意思是什么 夏夏 就是说有开创性的这样的举动 就是在他之前没有人做过 是吧 他是第一个 那iPhone在哪些设计上是属于创举呢 而且也请大家留意一下 它的设计在细节上面非常下功夫 有一些很人性化的设计 就是非常以人为本的 用起来很方便的设计都是什么 好 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到这了 夏夏来解释词语吧 好 那今天我们解释的第一个是一个俗语 叫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个很能体现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 对吧 对 就是说你只要肯花功夫 你的这些功夫不会白费 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我觉得学习语言真的是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 没错 其实就是说再讲究一点 学习方法的话效果会更好 好 那我们第二个词语叫做养眼 养眼 养眼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看上去非常的舒服 一般来说很吸引眼球的 那我们可以说一个人 他长得很养眼 或者一件东西非常养眼 那苹果的产品 好像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养眼 对 那因为苹果产品 它在外观上花了很多功夫嘛 总而言之看到都觉得是很创举的一些设计 以前没有看过非常的养眼 那眼呢是眼睛的眼 养呢就是养狗养猫养孩子的养 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太好看了 好像大饱眼福的感觉了 对 那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个读音比较好玩的词语吧 拖叶 拖叶 那其实这个叶是一个多音字 就是有三个读音 一个是叶 一个是拽 还有一个是拽 拽的意思就是拉的意思嘛 对 但是在这个词里面它也可以读叶 意思就是说拖拉 拖动的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动词我们是用在形容 iPod的操作方式 它因为没有键盘 所以很多东西你直接这样 触摸式的 触摸 然后把它拖出来 拖下 拖上就可以了 对 就是说可以用你的手指这样拖动 在屏幕上面拉动 拖动 这个叫做拖叶 好 那下面我们再看 吃一欠 掌一智 这个也是常用的一个俗语 那吃一欠 这个欠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有挫折的这样的意思 那吃一欠就是说 你经受了一次挫折 或者说是你吃了一次亏 上了一次当 这个都可以说吃一欠 那掌一智呢 就是说掌一份见识 也就是说你吸取了这个教训啊 所以说吃一欠 掌一智 一般来说是 摔了个跟头 或者遇到挫折 没关系 因为你可以从当中学习和总结 对吧 对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交学费 对吧 交学费 你为了学到这些东西 你就必须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就好像交学费这样的形式 其实这个并不一定光只付钱 在钱上面吃亏 也有可能你是这个用的精力啊 精神的付出 只要你付出了 然后都叫交学费 然后又学到了一些经验 好 下面我们要看什么词呢 好 下面我们要看一句 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叫羊毛出在羊身上 羊毛出在羊身上 说电话和羊有什么关系呢 比如说你去买东西 然后老板就说 非常的优惠啊 打折啊 然后送你很多的那个赠品啊 你很开心 这时候你的朋友就会对你说 哎呀 你不要高兴得那么早了 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些东西就是说 老板都已经算在他的成本里面了 所以他会就是你付出的钱 其实已经购买这些服务的内容了 嗯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看似 好像有很多的好的东西 或者说优惠给你 其实最终买单的或者付钱的人 还是你自己 对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喻 就是说表面上看上去 有一些钱啊 有一些东西啊 是用在了你的身上 你得到好处了 对 你得到了好处 但事实上呢 这些钱啊还有东西 都是从你自己的身上拿下来的 嗯 没错 那其实一个企业要赚钱 可能就要用羊毛 出在羊身上的这个计谋啊 消费者才会买东西嘛 对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 就算心里很清楚 但是如果说这个产品 真的很好的话 也无所谓吧 对 也无所谓 对 要产品到位啊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个这个词语 到位 到位这个词 字面的意思就是说 达到了那个位置 嗯 那么作为一个形容词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达到了合适的 或者令人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嗯 那还有一个否定的用法 也经常使用 就是不到位 做事情做得不到位 就是做得不够好啊 没错 那当然有假的iPhone 我们就要去打假 是吧 打假 打假的意思就是说 打击那种制造 或者说是出售买卖 那个假冒伪劣产品的 这样的行为就是打假 对 如果大家在中国的话呢 会经常看到这个词啊 时不时的要打假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对 现在iPhone也需要打假了 对 好像公安部门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进行打假活动 对的 希望不要发生在大家的身上 是花了冤枉钱 花了冤枉钱 冤枉钱的意思就是 本来不需要花的钱 你花了 其实就是 冤啊 对 其实类似的 比如说有冤枉路 就是说本来 你可以走比较近的路 不需要绕那么大一个圈子 但是后来呢就是 你走了很长的 你不需要走的那样的一段路 对的 冤枉钱 冤枉路 那我们赶快来听听 真的和假的iPhone 到底是有什么区别 你猜我买到了什么 是你最想要 又得不到的东西 iPhone 不会吧 你从哪儿弄来的 国内离上市还早着呢 网上买的 为了这个宝贝 我可是一晚上没睡好 跟世界各地的买家竞价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瞧吧你美的 拿到货了吗 拿到了 不过还没省得用 你确定是真的iPhone吗 应该没问题吧 我可是下了血本的 我看做工和材质也还不错 应该假不了 光看那些有什么用 最主要的是功能 你不会连iPhone 有哪些功能都不知道吧 能打电话 TMP3 上网 反正我需要的一样都不缺 怎么看你这表情有问题吗 你还是先了解了它的功能再问我吧 iPhone有三个核心功能 就是优秀的手机 最好的iPod 还有手机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网络功能 先说iPod 虽然和iPod相似 但是它有更强大的音频 视频和照片管理功能 容量也特别大 一款是四级 还有一款是八级 你也知道 iPod和一般的MP3是两码式 你的手机不会只能听音乐吧 我还没来得及研究呢 光顾着欣赏它的外形了 不过说真的 苹果的产品就是洋艳 线条流畅 太有设计感了 要我说 iPhone的外表是其次 它的设计挺令我心动的 比如超大的滑动屏幕 轻轻一滑就能解锁 这可是手机中的创举 还有屏幕拖曳的操作方式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快捷 是吗 我的iPhone好像没有这些功能 糟了 你越说越觉得不对劲了 还有什么功能 你快说吧 别怕打击我 我要找那个骗子算账去 算了吧 吃一欠涨一智 你就当交学费 下次先把产品了解透了 再花钱也不迟 其实我觉得iPhone最值得一提的 还是在细节上下的功夫 当你拿手机的方向变换时 屏幕显示也会自动调整 这么人性化的设计 别人怎么没想到呢 你当其他厂家都是傻瓜 好点子谁会想不到 关键是有没有人舍得买 现在的消费者都惊得很 羊毛戳在羊身上的道理 谁都懂 iPhone的价格相对一般手机来说 简直就是天价 这种奢侈品 有几个平民百姓会去买 是有点不实际 我付钱的时候也有点后悔了 亏大了 我买的还是个假货 哼 都怪苹果公司推广不到位 打假不到位 害我花了冤枉钱 那是你眼力不好 怪不得人家 欢迎回到另一回来 的 ChinesePod Trivi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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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人家还是看中我觉得它这个多媒体 不管是iPod的这个功能也好 还是它的一些网络支持 因为我和肖霞看了一段介绍真正iPhone的视频之后 就发现好像没有什么人关注它的手机功能 因为这好像太基本了 对吧 大家都在看它听音乐 还有它上网的这些能提供的东西 对 就是多媒体功能非常的强大 而且感觉它就是一个掌上电脑 没错 就是说操作也跟那个计算机系统里面差不多 所以我们就看看它具体在设计或者操作上面 有什么样的创举和细节的功夫 那其中的一个就是说它是全触摸屏式的 然后是拖叶式的操作 所以非常的方便 快捷 我觉得这一种操作方式可能用惯了它的iPod的人会非常喜欢 但是没有用惯的人就觉得不知所措 一个案件都没有 是吧 对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有点不习惯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反应可能太灵敏了 对 所以经常会误操作 就是操作的时候会发生错误 那它的创举有一个是 它是非常大的滑动屏幕 所以你轻轻的一滑就能把屏幕锁起来或者解锁 这个是手机中的创举 其实我们光这样听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说这是细节上的 别人没想到就好像那个哥伦布和鸡蛋的故事 是吧 第一个想到的人 不管是多简单的点子 那在细节上面的一些功夫 这个我倒觉得真的非常人性化 肖肖介绍一下 好 那我们的对话里提到了其中的一个 就是说你拿手机的方向变换的时候呢 屏幕也会自动地调整 比如说当你竖着拿那个手机的时候 那么它的图片就会自动地调整成那个 核适的比例 对 就是竖的那种形式的 如果你把手机横过来 然后里面整个图像的显示也会横过来了 对 我看到以后说 哎呀 真先进啊 结果肖肖说 我的照相机早就是这样了 但是它就是可能把这一些功能 加到了手机里面 这个是以前没有的 没错 没错 哎呀 反正看了这些新的科技产品 就觉得人好像创意真的是无限的 那我们的钱包也要受一点损害了 要追新的潮流嘛 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透彻地了解一下功能 然后再看要不要买这个手机 那我们现在再去了解一下iPhone吧 你猜我买到了什么 是你最想要又得不到的东西 iPhone 不会吧 你从哪弄来的 国内离上市还早着呢 网上买的 为了这个宝贝 我可是一晚上没睡好 跟世界各地的买家竞价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瞧吧 你美的 拿到货了吗 拿到了 不过还没省得用 你确定是真的iPhone吗 应该没问题吧 我可是下了血本的 我看做工和材质也还不错 应该假不了 光看那些有什么用 最主要的是功能 你不会连iPhone有哪些功能都不知道吧 能打电话 TNP3 上网 反正我需要的一样都不缺 怎么看你这表情有问题吗 你还是先了解了它的功能再问我吧 iPhone有三个核心功能 就是优秀的手机 最好的iPod 还有手机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网络功能 先说iPod 虽然和iPod相似 但是它有更强大的音频 视频和照片管理功能 容量也特别大 一款是4级 还有一款是8级 你也知道 iPod和一般的NP3是两码式 你的手机不会只能听音乐吧 我还没来得及研究呢 光顾着欣赏它的外形了 不过说真的 苹果的产品就是洋艳 线条流畅 太有设计感了 要我说 iPhone的外表是其次 它的设计挺令我心动的 比如超大的滑动屏幕 轻轻一滑就能解锁 这可是手机中的创举 还有屏幕拖曳的操作方式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快捷 是吗 我的iPhone好像没有这些功能 糟了 你越说越觉得不对劲了 还有什么功能 你快说吧 别怕打击我 我要找那个骗子 算账去 算了吧 吃一欠 涨一智 你就当交学费 下次先把产品了解透了 再花钱也不迟 其实我觉得iPhone最值得一提的 还是在细节上下的功夫 当你拿手机的方向变换时 屏幕显示也会自动调整 这么人性化的设计 别人怎么没想到呢 你当其他厂家都是傻瓜 好点子谁会想不到 关键是有没有人舍得买 现在的消费者都惊得很 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 谁都懂 iPhone的价格相对一般手机来说 简直就是天价 这种奢侈品 有几个平民百姓会去买 是有点不实际 我付钱的时候也有点后悔了 亏大了 我买的还是个假货 哼 都怪苹果公司推广不到位 打假不到位 害我花了冤枉钱 那是你眼力不好 怪不得人家 好 萧萧 我们今天听了很多的iPhone的知识 最主要的要说说它的价格 其实我对这个价格真的是 一点概念都没有 因为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结果就发现 众说风云 对 这个是我们要说的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它在美国的官方售价 要看容量 对吧 4G的那个是499美金 然后8G的是599美金 然后我们两个呢 用中文搜索iPhone价格 结果跳出来什么 250美金 300美金 就是像萧萧说的 各种各样的价钱都有 就让我们觉得 哎呀 在中国真是 信息太五花八门了 然后你可能要 自己头脑要非常的清楚 否则很容易被迷惑 或者误导 对吧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反映了 中国网上购物 这一块不太成熟吧 陷阱很多啊 希望大家要小心 那当然在这个科技方面 有什么语言的话呢 都欢迎到 chinesepod.com上面 来询问我们 或者交流一下 你的iPhone心得 其实前两天 我看到我们一位 这个听众 已经在网上留言了 说他非常想买一个iPhone 可以又是打电话 然后又听我们 ChinesePod 结果一看 这里面不支持中文 再过两年应该行的 那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再见 slash zero five nine one